第13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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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条似是蛇 又似是一个弯钩的图形 也不知道是何意思 这个时候离巨子大会 仅有数天了 魏洛两人一入城 便不约而同地发现 街上麻衣赤足的汉子中 有很多气息都是特别的强大的 殷允对影都十分的熟悉 两人进城时 正好是中午十分 他带着魏洛转过一条街 来到了一家院落前 这院落不打眼 外观也是极为普通的 两人一进去 便有一家三口迎了上来 魏洛一看 这院落与月地的院落极其相似 十分八九 都是树木 虽然没有湖水围绕 可是这里除了一个院落外 便再没有停放马车的广场 以及其近两城 所有院落都有的大小侧门 看来这个院落 也是阴陨的产业了 这个院落里 由七间精美的木屋 以及三间撞死茅草的小屋组成 那家人住了其中木屋中的三间 另有四间 他们正在清理打扫 魏洛站在院子里 现在正是阳春三月之时 满院都是盛开的桃花 梨花 落英缤纷 满地参乡 又是一年春好时 魏洛没有心思欣赏这些鲜花 他有一点紧张 他们进住之后 阴陨洗了一个澡 便匆匆地离去了 转眼五天过去 阴陨还没有回来 这时候离巨子大会 只有一天不到了 在院子里坐立不安的魏洛 戴着那顶纱帽 穿着一袭素白的袍服 走出了大门 他的袖带中 有一把阴陨留给他的乙鼻壁 这种钱壁 撞似蚂蚁的鼻子 因此得了这个名字 这种货币 主要是在处地流行 魏洛一走上街道 远远的便听到了一阵欢呼声 那些欢呼声中 多是少年少女发出来的 听着这些欢呼声 魏洛有点好奇 不由脚步加速 不一会儿 他便来到了正街中 正街中 一个个少女 正穿着处地流行的 会满白云和神女 仙格团的赏服 每个人的赏服 都是或紫或蓝 争先斗艳 其中有不少少女的衣服 金口处开得特别的低 都可以隐约地 看到他胸前的雪丘了 更让魏洛惊奇的是 这些少女 在他们雪白鼓起的霜丘上 用朱砂涂出 鲜红鲜红的纹身样的图案 这图案多数都是剑形 也有配玉形 有的还是桃花状 少女们成群结队地 走在街上 手里全部都是挽着一个竹篮 这竹篮 有的人做得极为精美 也有的 织成极为简陋的 竹篮中 尽是各种的鲜花 魏洛惊惊地看着 忽然记起了 是啊 就是这几日 便是食人最喜欢的 那种踏春节了 欢声大作 魏洛连翁顺声看去 在他前方五十步处 手牵着手的少女们 拦住了两个 带着斗笠的青年男子 少女们围成一圈 结结实实地 把他们给堵在当中 其中一个最为美丽的少女 冲了上去 她挺了挺自己雪白的胸脯 让那片雪白中的 两朵燕红的桃花 明晃晃地显出 她从竹篮中 拿出了一朵桃花 伸手递给了其中一个 最为高大的青年 清脆响亮地换挡 阿郎 何必以貌遮容 请容我一关 秋玉 爪印 若月之 稀有有时 魏洛文言笑了起来 这少女是说 你脱下帽子来 若是长得让我喜欢 我们就可以稀有去 魏洛好奇心大起 她昂头挑了挑 想看一看那两个男子 无奈众少女 结结实实地围了两个圈 从她这个角度望去 根本是看不清的 这是一个清楚的声音传来 哈哈哈哈 魏洛交好 我等不悦也 这是另一个青年男子的回答 她的话音一落 众少女们欢笑声顿时一指 那少女已经是 他们中间最美的一个了 连她也被说不喜欢 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呢 魏洛望着表情沮丧中 带着愈怒的少女们 摇了摇头 笑了笑 转身离去 魏洛走出十几步之后 一个少女向她走来 她高声地叫着 阿麦 如此良辰 何以眼容独行 这是一个相貌轻利的少女 少女来到她的面前 弯着头 朝她盯了一眼之后 右手一伸便朝她的沙漠摘去 魏洛脚步一退 避开了她的手 她淡淡地盯着少女一眼 转身便想离开 那少女急急地唤道 阿美修怪 我家女公子相请 女公子相请 她知道 女公子的称呼 指的是公主 自己才出来多久啊 怎么便会有楚国公主相请呢 魏洛顺着那少女的手势看去 顿上了百步开外的一辆马车 马车车帘微微拉开 露出了一张美艳的脸 车帘晃动 只是一眼 魏洛收回了目光 摇了摇头 晒道 啊 素不相识 你家女公子多礼了 那少女见她提步就走 急急地跑上来 她跑了两步 见魏洛头也不回 顿时怒道 哼 你这人 端端无礼 怒火中 她三步并成两步 冲到了魏洛的身后 右手一扬 把手中的花篮塞给了她 尖声地说道 哼 我家女公子给你的 魏洛恶然地回头 她望着手中的花篮 又望着那少女气冲冲跑出去的身影 过了好半场 都是没有反应过来 难不成 那女公子见自己一个女的 没有提什么花篮 纯粹无聊的 想要摇一摇吗 魏洛想了一会儿 当她再抬起头时 忽然发现 自己的身边 多了很多频频望来的青年男子 这些楚地男子 一个个目光灼灼地盯着魏洛 他们盯着她鼓鼓的胸 盯着她外露出来的雪白的景象 盯着她手中的花篮 转眼间 已有两个人向她走近 魏洛不知道 她虽然掩盖了面容 可她那属于绝色美人的气质 还是很明显的 就在两个楚人向她走来时 魏洛左手一暖 却是一个人握上了她的手 魏洛抬头看去 对上了同样戴着斗笠的阴云 阴云握紧了她的左手 瞧了一眼 略一犹豫 还在向魏洛靠近的两个楚地青年 左手一伸 把她的花篮提了过去 花篮一转手 那两个楚人同时露出了畅网之色 他们停下脚步 转身离去 魏洛这个时候 没有心情注意两个楚人的反应 她望着阴云 嘟囔着 你这些天去哪儿了 这话音中有着不满 魏洛一说出 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暗暗地想着 我怎么对她这么依赖了 阴云一笑 温和地解释着 会见几个老友 这次来的人特别多 走吧 两个时辰后 便是聚会开始时 魏洛的心 砰砰地跳动了起来 他明明说不害怕 不在意的 可是这一刻 他的手心 却是不由自主地在冒汗 阴云感觉到 他的手中的湿滑 大手一紧 把他的小手 全部包在其中 两人回到院落 用过餐之后 便提步 向影城西侧的风湖走去 这一次巨子大会 对魏洛明显有利 因为举行聚会的场所 是风湖当中 墨家各支派的人 自备周牌 聚于湖水中央 据阴云说 在这种场合聚会 能防止大量的墨霞 一言不合 便会出见伤人 这一点 魏洛知道 这时代的功夫 硬碰硬的比较多 他还没有见过 能在水面上 请走的宗师呢 这般以周牌为单位 在湖水当中聚会 对他来说 确实要安全的多了 魏洛想到这里 心终于放松了一些 他抬头望着目光沉静的阴云 突然想到 这地点不会是他 以力造成的吧 两人脚步如风 不一会儿便来到了风湖旁边 风湖很大 足有数百亩之广 湖水当中有一座小岛屿 岛屿上 树母孙孙 聚会的地方 离小岛屿 还有五百不远 此时此刻 湖面上周牌横利 喧嚣震天 那些站在周牌上的 多数和他们两个人一样 头戴着斗笠和纱帽 可是 这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装束 在湖水边 手牵着手 喧嚣的少年少女 数不胜数 更有一些手提花篮的少女 正顺着湖岸 弯腰捡着野菜和野花 音韵瞟了一眼 湖水中的众人 又瞟了一眼 岸边的男男女女 踏尘节里 男女西游之所 亦是我被墨家聚会之地 咦 不知此地是何人所定 短短地把一场盛会 变成一场玩闹 呃 原来 这个地方不是他定的呀 音韵吃笑一声之后 和魏洛转身走开 半个时辰之后 他带着魏洛来到了对面的一座山峰上 这山峰是一座黄泥巴山 上面只是孤星长了一些野草 树木呢 都集中在山腰间 音韵打开包袱 从中取出了一块断布铺在地上 起地而坐 魏洛坐在他的身侧 他望了望渐渐西沉的日头 又好奇地看着远处的湖水中 周牌上那些一脸无奈的游侠默客 再看了一眼 玩闹嬉笑得正欢的少年少女 轻笑了一声说 不知这般游玩 要到何时才能清静 月上树梢之时 这风湖 离正街和居民都是有点距离的 少年少女们就算是挺热了 怕也不愿意在这里待得太晚 到时四野寂寂 回去不免会担惊受怕的 夜幕渐渐降临 夕阳西下时 河边的少年少女们开始往回走去 太阳的最后一缕金光消失在地平线上 夜雾笼罩在天地间 天空中 星光点点 银河如带 横跨过魏洛的头顶 这时刻 河岸已经安静了 本来还有两队也冤枉不顾夜寒 正交警缠绵之际 也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几声唬 以及古怪尖利的鸟叫声 顿时 那几个人衣服不整地跑了出来 亮亮腔腔地消失在未落的视野中 一刻钟之后 河边已经安静至极 夜幕笼罩中 一点一点的火把开始燃起 火把光越燃越多 越燃越多 不过半个时辰 整个河岸已视火光如星 腾腾的火把 倒影在湖水中 随着湖水一荡一荡的 有一种漂浮在旗上 时近时远的错觉 阴云站了起来 魏洛联盟跟上 两人来到了山脚下 魏洛赫然发现 一夜偏周 已经稳稳地 漂泊在芦苇丛中 也不知阴云什么时候准备的 阴云跳上了周牌 回头看了魏洛一眼 脚尖一点 周牌轻飘飘地 毫无声息地弹出了水面 此时此刻 湖水中心已经是火把无数 照得天地通明一片 魏洛两个人 在黑暗中无声地靠近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两人的周牌使尽时 一个粗哑的老者的声音传来 如未来我楚地 参加这巨子机会 我等楚墨不胜荣幸 老者说到这里 顿了顿 缓了一口气 又接着说 那老者又是一声长叹 他双手一插 向着众人略略拱手之后 突然声音一提 纵声地喝道 墨影之徒何在 墨影之徒 不就是音韵他们吗 居然一开始 便是咄咄逼人而来 魏洛抿了唇 不安地看向音韵 音韵缓缓缓地摘下了斗笠 脚尖一点 周牌从两百步开外 向着那灯火漂浮处驶去 夜色中 众人频频地四顾中 他双手一插 轻声地回道 音韵在此 这声音一出 数十周牌同时异议 周牌上的人纷纷地向他们看来 一人见到魏洛他们的周牌上没有火把 当下右手一挥 便从五十步开外 甩了一个火把过来 音韵手一揚 轻轻地接过之后 回手递给了魏洛 魏洛把那火把取在手中 此时的他依然戴着纱帽 身形瘦弱 一袭弹子的身衣并不显眼 只有几个人朝他望了望 大多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音韵的身上 音韵一袭蓝袍被河风吹得烈烈作响 他脚下用力 周牌轻飘飘地向中间处靠拢 数百点火光照得天地一片通明 他那俊美的面容 渐渐清楚地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在他身后的魏洛 只是安静地举着火把 沙漠下他一双沐浴眼四下张望着 这河水中周牌共有百来个 每个周牌上都占了四到六个人 这些周牌 每十多个便聚成一堆 十来堆周牌围成了一个圈 此时那圈中的最中心处只有那刚才开口的老头在 而音韵呢正驾周向那圆中心驶去 河水荡漾 春风绵绵 周牌中火光点点 河水中也是火光点点 整个天地明亮而带着凉意 音韵出现在那老者二十步处 满河飘游的火光中 那老者盯着音韵 双手一插 朗声地说 音公千术盖世 千金不亦一诺 实为天下莫侠表率 然 楚莫对功恼奴至极 请上前接受问难 他说到这里 脚尖一点 足下的周牌轻飘飘地向后荡出 让音韵一个人对着数十双丁式的目光 河风中 星光下 音韵长身玉立 他那白玉般的面容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那双眼睛在温和中隐隐带着一分灵力 他复着双手静静地扫拾过众人 双手一插 朗声地说 然 从南面十几个周牌中 一周荡出 一个四十来岁 胡子又黑又粗 直如硬钢一样的中年男子 向他双手一插 开口道 敢问阴公 见旧之过 公一言可绝否 然 善 阴公可知 这三年来令地唐突无状 任意妄为 然 我这师弟性格顽皮 形势向来放荡不羁 性格顽皮 形势放荡不羁 如此几字便可延去他的诸般为所欲为 对 此君太过狂妄 两年半前 他深探楚王公 夜半呼啸 令得宫中大乱 二年前 八公主一夜醒来 突然发现侦叛之夫被捆绑一脚 身边琐碎之人 变成了令师弟 那楚墨显然是楚王公的代表 他所说的是 都是代表楚国王室 这人一说到这里 人群中便传来了一阵笑声 笑声越来越响 另一个楚墨的声音一提 把所有的声音给压了下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阅记下一集 欢迎大家的ом